我们接着看是这个Subcase的这个Unicorn Beetle UB Mag 那它这款它的这个保护壳内外 都有这个保护防刮的 我已经把它贴纸撕起来了 我们就快速的来看这个保护壳 我是觉得它这个壳的型就比较特别 就是说它旁边会有一种圆润又削脚 方方的 很像那种盔甲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叫甲虫 MagSafe是灰色的 其他的都是这种塑料 看起来都素素的 我们就直接安装好了 它四个角是有气囊的 现在这样摸起来的话是PC加TPU的这个材质呢 它是有一个止滑感 但是它的也是会有微微的机器割线 是在这个TPU的边跟它的衔接的地方 但是也算轻微 那我们直接装看看 就来评测说看它是怎么样的感觉 装下去了以后其实也算漂亮 因为它的这个边看起来是比较厚的 然后它也是有咬住这个边 因为这一次它这个边那么薄 其实我觉得这样咬住都很漂亮 小豪的这个保护贴呢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边的防护呢 也是有高于荧幕一点点而已 几乎快切齐了 不过它旁边是比较厚的 防摔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它有这个气囊 然后按钮的话呢 是算好按的 但是是有一点弹性的 中等的 有点像原厂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这种按钮好像不是挖洞的 好像是一体式的 不过按起来操作是都蛮正常的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应该是它的这个按钮是凸起来的 那我其实刚才把玩 我是觉得它这个按钮做的蛮厉害的 它这按钮其实你这样摸 是有一个凸起来是硬的 可是它中间是软的 然后它有这个40几根铜线 其实这个在按 其实是 我刚才在按是非常的流畅 你们看这个操作 我觉得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很厉害 那这个按啊 什么都是 都是非常好去操作的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所以这个有按钮也是加分很多 而且它是凸起来的 所以你这个在按 所以你在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更容易啊 就是说你在操作它的这个相机的时候 感觉好轻松哦 所以它的优势是这里 那缺点的话呢 我是觉得 我当初没有这样装上去啦 但是它现在是说 它的这个背后是稍微 刮手的地方会往下延伸 所以可能你在握的时候 底部会稍微刮刮的 但是其实也算轻微啦 然后它的下方的这个喇叭孔呢 它两边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边会有漏掉 有两个洞是没有的 所以有的小老弟这边 可能是会不买单 但是我觉得这是算很轻微啦 桌上放起来也是蛮稳定的 然后这个磁吸 它是说超强的 你看这个磁吸就很强 刚才那个Uterbox的提不起来 你看它这个就是可以提起来 所以它这个磁吸已经接近两倍了 它虽然是说1.5倍 但是以我们来测说两倍 就像犀牛盾那种犀利了 超强的 然后它的背面这个镜头框 应该是可以贴镜头贴啦 但是你们要自己去找了 不过这整体都是算蛮漂亮的 这个壳大体这样我觉得这个壳也是非常不错 透明壳 然后整体都是非常好 尤其是按键是非常好按的 只是说它这个按键凸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去适应啦 就是一般这边都是平平的 这边它反而是做太凸啊 我是建议它如果可以做平的 就是满分的 但是它做凸起来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它在按的话会更好按啦 更好去压 所以我觉得 嗯就是 也讲不出来 到底是好是坏也不晓得 但是 我觉得这个壳也是蛮好的 所以 这一个壳也是非常的推荐啦 现在在使用 跟我刚才把玩了一下 这个一定比你现在所有挖洞的壳都还要好 所以还是先选有按键 那我们频道好像有折扣嘛 你们自己去看 好像是什么NC90 好 我们才两个帝 好了 感谢观看